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参观欧洲另一座令人惊叹的城堡 位于斯洛伐克的斯莫莱尼采城堡 首先,让我在这张地图上向你展示 如何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到达那里 斯莫莱尼采城堡位于斯洛伐克西部 是哥德福兴式建筑的典范 这座城堡建于二十世纪初 速立在一座小山上 俯瞰斯莫莱尼采村和周围的乡村 这座城堡是按照若瑟夫 帕尔菲伯伐克斯的设想于一千八八十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建造的 建筑师伊曼纽尔拉克福斯 以新哥德式风格设计了这座城堡 融合了炮塔 城堡和尖拱门等元素 城堡的外部拥有复杂的石雕和装饰细节 而内部则拥有华丽的家具和艺术品 中观其历史 斯莫莱尼采城堡具有多种用途 包括作为帕尔菲家族的住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医院 以及当今的文化和教育中心 这座城堡现在勇于举办会议 研讨会和文化活动 吸引远近的游客来欣赏他的美丽和历史 斯莫莱尼采城堡风景余画 周围环绕着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山幽 增添了他的魅力和吸引力 游客可以探索城堡场地 从塔楼欣赏全景 并沉浸在这座建筑贵堡的丰富历史中 总之 斯洛佛克的斯莫莱尼采城堡是 哥德福兴建筑的不纽遗产的非凡证明 他的美丽历 历史和文化意义使其成为任何有兴趣探索斯洛佛克 丰富遗产的人的必有目的地 不过,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看 距离城堡約十一分钟车程 在这里,我们将漫步穿过隐藏在 斯洛佛克地下世界的雄伟走廊 位于斯洛佛克东部 斯洛佛克天堂国家公园内的名为 的洞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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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自然奇观 而其壮丽的岩层 地下河和令人惊叹的美景吸引游客 这个石灰岩洞穴系统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 为探索斯洛佛克的地下世界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德里尼洞穴 Drinike 的入口座落在国家公园 屈屈匈匈匈的绿色植物中 邀请冒险家踏上进入地球深处的旅程 当游客进入洞穴系统时 他们会看得一个凉爽、阴陋的世界 里面充满了经过数千年水侵蚀 而雕刻而成的神秘岩塵 在干燥洞穴内 游客可以欣赏到令人着迷的棕雨石和石笋 这些棕雨石和石笋 是由附行矿物质的水在 几个世纪以来缓慢滴落而形成的 这些自然形态 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景观 仿佛直接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 动月天花板上悬挂着精致的石链 动月地面上束立着高颂的柱子 当游客深入动月系统时 他们可能会遇到地下河流和水晶搬清澈的水池 他们倒映着上面闪闪发光的棕雨石 水星在动月中回响 增添了干燥动月的超凡脱俗的氛围 让人对大自然的雕刻之手的力量产生敬畏和惊叹 探索Johnny Cave是一种真正森林奇景的体验 狹窄的通道、光滑的岩石和隐藏的房间 在每个角落等待被发现 光影的变化、滴水的微弱回升 以及潮湿石灰岩的泥土气味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次与众不同的感官之旅 前往Johnny Cave的游客有机会惊叹于大自然地下结作的美丽 了解数百万年来索造动月的地质过程 并欣赏黑暗隧道内生态系统的微妙平衡 德里尼洞月,Johnny Cave是一个充满奇观 神秘和自然美景的地方 让所有有幸探索其深处的人都深深敬畏 斯洛佛克的德里尼洞月,Johnny Cave是一伙隐藏的宝石 等待着那些寻求冒险、美丽和与自然世界更深入联系的人们去发现 其错终复杂的岩层 地下何罗和空灵之美史其成为任何想要体验 和斯洛佛克自然景观奇观的人的必有目的地 感谢你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赞 你也可以在下面写下任何评论或问题 要观看更多资讯丰富 令人兴奋和有趣的视频 请立即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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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